做市场营销的最高境界 让销售成为多余 很多人也问我说 哎呀高老师 你告诉我 你像苹果这么牛逼哈 它的销售是怎么做的 我说我在苹果呢 是市场中 苹果是典型的大市场小销售 几乎没有销售人 为什么呢 不做推销 你知道营销跟推销的区别吧 推销呢 是你去找别人 营销呢 是让别人来找你 所以说 什么情况下别人会来找你呢 是因为他感觉到这个东西 对他有价值 他就来找你 你想想什么东西是 你主动找别人买的 我也听说谁的东西挺好 有的是听说 哎有的是呢 尝了一次 哇这个东西好吃 OK 你就开始去买去了 主动的不需要销售 你把你的产品做好 你只要跟消费者做好了沟通 让他体验一下 不错 他就是你忠诚的客户 所以说我们说呢 更多的呢 你是去做营销 现在网上经常有什么 上什么课 免费送你一堆那个什么表 什么规章制度 那玩意没有用的 那是人家的 不是你的 就像那个功夫 跟说功夫密集 给你一本 你那成功夫大家了 不是那回事 其实就是从简单的 做一个小事入手 手把手的教你 这事怎么干 比如说我们怎么做市场地图 为什么要做市场地图 要打开你的雷达 你才知道机会在哪里 对不对 然后呢 锁定目标以后 是不是就在地图上标注出来了 这一个客户 这一个客户 这样才能够知己知 所以这是我们要发现机会 然后 然后